SpaceX特斯拉的创始人与执行长美国政府效率部首席顾问马斯克 不久前发表了一篇推特引发广泛讨论 这篇推特的内容是一段无人机群编队的影片 马斯克对此表示与此同时一些傻瓜仍在坚持制作F35这种有人战斗机 虽然马斯克一直被认为是天才或者是高智商精英 但依大兵的个人预见马斯克的这番话还是暴露了其在国防领域的认知不足 事实上美国一直是无人机领域的先驱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集群无人机概念 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美军的无人机集群作战学说 美军对集群无人机的实战化研究早在2017年就小有成果 当时美军虽然已经有了MQ系列攻击无人机 比如MQ-1掠尸者、MQ-9死神以及RQ系列的侦察无人机 但这些都属于单体无人机 虽然摆脱了驾驶员的限制 但依旧存在成本高昂 载荷量低等缺点 同时虽然相比有人无人机 其体型缩小了很多 但面对成熟的防空系统依然缺少抵抗力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 美军开始尝试采用多架无人机协同方式 完成复杂的作战任务 即多架分工性能不同的无人机 组成无人机群 弥补单体无人机载荷和侦察能力不足的缺点 无人机之间通过通讯进行信息共享 扩大对环境态势的感知 实现协同任务分配 协同搜索、侦察与攻击 能有效提高无人机的生存能力和整体作战效能 此外 由于微小无人机雷达截面小 成本低、速度快 可利用数量众多的具有自主控制能力的微小无人机 组成无人机群 用于突破敌方防御系统 对敌方目标适时饱和攻击 这一方法已经在俄乌战争中得到验证 俄乌双方虽然没有无人机群 但通过多频次短时间发射大量无人机 足以让敌方的防空系统无暇应对 同时拦截这些无人机所付出的成本也要远超无人机本身 而当时的美军认为 为对抗无人机群的攻击 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无人机集群 对入侵的无人机集群进行拦截 早在2015年 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就开始积极推进 低成本无人机封群技术 作为未来无人系统应用的一部分 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已经启动了低成本无人机封群技术计划 旨在研发通过管室发射器发射的小型无人机封群 封群无人机的核心理念 是突破传统的载人飞机和大型无人机的应用范畴 进入一种新的战术思维 即数量自有其独特的质量 这些封群由多个迷你或微小无人机组成 至少三到五架协同作战 具体定义由博明汉大学普及计算学教授克里斯巴伯提出 巴伯教授将无人蜂群的作战方式 形容为类似一大群鸟或者昆虫 遵循三个核心原则 方向 距离和分离 总体来说 蜂群中的无人机跟随引导机飞行保持一定距离 并且确保每架无人机的传感器覆盖不同区域 避免重复侦查 这种平衡是蜂群能够高效作战的关键 无人机集群技术研究目标就是模拟群聚生物的协作行为与信息交互方式 作为一个自主化和智能化的整体协同完成任务 在未来战争中利用大量具有自主作战能力 而且成本低廉的无人机 组成无人机集群突破敌方防御体系 对目标实施饱和打击 以及对入侵集群进行空中拦截 是无人机集群作战的重要手段 巴伯指出 蜂群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建立 在当前使用少量大型无人机执行侦查和打击任务的基础上 根据BMT防务服务公司的相关专家斯蒂夫·哈莫的说法 蜂群无人机有望弥补巡航导弹等制空武器的不足 与传统大型系统相比 蜂群无人机在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优势是 丧失一部分无人机不会导致严重的战术后果 而且可以通过3D打印技术 在前线迅速制造替代品 减少了替换成本 为了这发展趋势的一部分 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正在推进的 LOCUST计划 研究蜂群无人机技术 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的应用 2015年初 LOCUST计划进行了首次地面测试 测试中使用了多架无人机 通过管式发射器发射并且在空中同步飞行 成功模拟了蜂群作战 哈默认为 蜂群无人机不仅能增强现有装备的侦察能力 尤其是为装甲车辆提供额外的侦察支持 随着技术发展 蜂群有望替代现有设备 特别是在海上作战中 蜂群将有可能替代直升机 承担比如船舶航道监控和近海环境侦察等关键任务 然而蜂群无人机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 巴伯指出 蜂群无人机容易受到多种反制措施的威胁 首先干扰无人机之间的通信 可能会破坏蜂群的协同作战能力 其次 攻击指挥蜂群的通信链路 可能导致蜂群失去指令 无法按照预定目标执行任务 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电子战干扰或黑客攻击来实现的 除此之外 蜂群进入实战化的最大问题 就是当时的人工智能还相对不成熟 无人机蜂群是集群智能指挥 在空中无人化作战中的具体应用 和军用人工智能的核心 其特点是自主控制 分布式 自适应 自组织 即涌现 要实现无人集群之间的自主对抗 首先要解决无人机集群的自主控制问题 现有研究提出了一些无人机集群的自主控制 与协同对抗方法 例如 有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的无人机集群飞行 和规避自主协同控制方法 旨在提高集群作战中的自主决策能力 另外 利用随机的PATRI网技术 研究人员建立了机群协同空战指挥控制系统模型 用于优化无人机集群在空战中的指挥与控制 还通过EGINT理论 将每架无人机视作一个独立的智能体 并赋予每个智能体一定的行为规则 模拟集群对抗过程 从而提升了大规模无人机群对抗模型的实用性和作战效率 这些研究为无人机群在复杂战斗环境中的自主作战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多无人机协同任务 目标分配优化 航计规划等方面 针对无人机群对抗的研究仍存在较大挑战 首先 多对多的协同空战 通常被简化为单个无人机之间的对抗 导致研究与实际空战动态过程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缺乏有效的非线性动态模型 来描述大规模无人机集群协同体系在对抗中的行为演化 这使得目前的模型无法全面反映 无人机集群在复杂战斗环境中的实际表现 在无人机集群对抗的研究中面临着多个关键问题 首先 集群协同对抗的演化过程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无人机集群在对抗中涉及了大量的信息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 使得对抗系统呈现出复杂的动态随机过程 随着空战态势对抗的不断变化 每架无人机都必须根据不同变化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并且与其他无人机合作或与敌方进行博弈 因此如何理解集群对抗的非线性动态演化机制 建立有效的网络拓扑结构 以便准确地捕捉无人机群在对抗过程中的行为变化 成为研究的难点之一 其次 无人机集群在对抗中的自主决策问题也是研究的重点 在集群对抗中 每架无人机作为一个独立的智能体 必须根据不同变化的战场态势和敌我信息做出决策 这包括选择攻击敌机回避敌方威胁支援有机等策略 目的是最大化敌方损伤并最小化自身损失 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自适应行为规则 使无人机能够快速响应战场环境的变化 是当前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实际对抗中 大规模无人机集群如何进行高效协作 是另一个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无人机集群本身具有非线性 复杂性和随机性 其控制方法与传统的单机控制方式大相径庭 集群系统通常被视为大量弱偶和子系统的集合 每个无人机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但其能力是有限的 要完成复杂任务 集群中的每个个体必须进行相互配合与协调 因此如何通过分布式控制 实现无人机集群的高效协作 是无人机集群对抗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除了自主决策与控制策略外 实时的探测与识别 也是集群对抗成功的基础 在集群对抗中 如何精确探测并识别敌我目标 对于作战决策至关重要 由于战场环境复杂且状态不确定 传统的探测方法往往难以满足需求 通过多传感器信息融合 与主动感知技术 可以实时获得敌我目标的位置 动态等信息 从而优化无人机集群的行为 并实现协同感应与定时攻击 达到最优的对抗效果 无人机集群对抗 还面临着复杂的态势评估问题 在集群作战中 敌我双方的威胁可能来自多个方面 而且双方数量庞大 信息量巨大 无人机集群 需要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与有机的信息交流 快速进行态势分析 并做出合理的决策 尤其是在敌方战术意图 不明确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等技术 从敌方的行动轨迹中 提取关键信息 并推测敌方的战术意图 是目前态势评估领域的研究热点 此外 集群对抗中的通信问题 也至关重要 在集群作战中 无人机之间必须保持实时通信 以保证信息的传递 和指挥控制的有效性 然而空战环境瞬息万变 通信链路时常面临断开 延迟等问题 因此 研究如何在动态变化的作战环境中 保持通信链路的稳定性与实时性 尤其是在无人机 失去与地面站联系的情况下 保证无人机能够自组织 并重新建立通信链路 是集群对抗研究中的 另一大挑战 当前的无人机集群对抗研究 仍面临许多困难 特别是在大规模集群对抗的建模与计算上 由于集群规模庞大 计算维度过高 传统的图论等方法 难以应用于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 尤其是多智能体系系统 和仿生智能方法 将成为未来 无人机集群对抗研究的关键手段 通过赋予每架无人机自主决策能力 并设计其行为规则 能够使得大量的无人机 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协作 完成复杂的集群对抗任务 近年来美军在集群无人机领域发展迅速 从2015年以来 美国军方在无人机集群技术领域的发展 取得了显著进展 作为军事技术创新的核心领域 无人机集群技术 在多年的研究和实验中逐步成熟 从最初的概念探索 逐步走向实战部署 并展开改变未来战场格局的潜力 2015年 美军开始对多架无人机的协同作战能力 进行初步探索 这时期的重点 是如何实现小型化和网络化 使无人机可以共享信息 并在实时互动中完成任务 同时数据融合的引入 为集群无人机提升战场认知能力 奠定了基础 美军开始尝试让多架无人机 通过网络连接共享传感器数据 为协同作战奠定技术框架 2016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启动了Gremlins计划 这是一个专注于低成本 回收和多任务执行的 无人机集群研发项目 Gremlins计划提出了 无人机集群的空中恢复技术 这种设计能够显著降低操作成本 并提升无人机的多次任务执行能力 与此同时 协同控制技术也成为研发重点 致力于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中的 自主避障和任务分配能力 2017年美军的集群无人机技术进入实地的测试阶段 通过模拟演示和实验验证 无人机集群展示了在空中飞行 目标锁定与任务执行上的协同能力 这一阶段的技术进展 包括自主飞行控制和任务决策算法的优化 使无人机能够根据任务需求 自主调整飞行路径 这与其他无人机完成协作 这是无人机集群在复杂环境中首次展示出高效作战能力的重要阶段 2018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无人机集群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深度学习算法被应用于目标识别 路径规划和任务分配中 使无人机可以自主分析战场态势并进行快速决策 任务自动化技术的进步 使无人机能够在战斗中根据环境变化调整作战策略 从而增强集群作战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2019年美军成功进行了多架无人机集群的空战模拟演示 这标志着无人机技术集群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次演示中 无人机展示了自主规避敌方攻击 实施火力支援和执行复杂战术任务的能力 多架无人机通过群体智能技术实现了协同作战 这种模式使集群能够在动态变化的战场环境中有效应对不确定性 到2020年 美军进一步突破了无人机集群的自适应控制和通信技术 在实际作战环境中 大规模无人机集群需要快速部署并精确执行复杂任务 自适应控制技术允许无人机集群在多变的环境中优化飞行入境 而高效通信技术则确保了集群内外的实时信息交互 即使在敌方干扰环境下也能保持通信稳定性 2021年美军的Lawyer Wigman项目强调了无人机作为中程疗机的协同作战能力 在这一项目中 无人机不仅能够独立执行任务 还能够与有人驾驶战斗机进行协作 为其提供战术支援 这时期的无人机群展现了更高的自主性和战术灵活性 可以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执行侦察 打击和支援等多种任务 进入2022年后 美军的无人机集群技术逐步走向实战化部署 尤其是大规模集群作战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推进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能力的提升 数百架无人机能够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 完成敌方目标摧毁 电子战干扰和空中侦察等复杂任务 同时分布是指挥控制技术与动态调度方法的结合 使无人机集群的作战效率与灵活性得到显著提升 那么聊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对美军无人机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事实上 F35和集群无人机对美军而言代表了不同技术和战略需求 但是他们在作战中互为补充 F35是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 具备隐身超音速高机动性执行空中优势精确打击等任务 是美军空中力量的核心 而集群无人机则侧重于低成本大规模协同作战 能够进行侦察目标打击和区域封锁等任务 相比战斗机 无人机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较低的风险 特别适合执行高危任务 在实际应用中 F35和集群无人机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技术 而是互补的 集群无人机可以提供战场侦察和干扰等支持 帮助F35集中精力进行核心打击任务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 两者的协同作战将进一步增强美军的综合作战能力 F35主攻核心任务 而集群无人机则弥补其在数量和持续作战上的不足 两者共同提升美军的空中作战效率 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大兵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